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爱BB的许少 有小伙伴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系列 嗯 这个系列我感觉有点吓人哦 那么它就是 马桶人僵尸宇宙系列 我觉得胆小的小伙伴可以跳过了 留下的小伙伴 就和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系列吧 好的 老规矩 搬好小板凳 系好安全带 我们发车了 僵尸马桶人宇宙第一集 故事发生在一个城市的高架桥上 画面中有一个马桶人 但是大家的目光一起看向了天空 紧接着就是一声爆炸 我们看到 空中一架直升机正燃着熊熊的烈火 然后 还有人不断地从飞机上跳下 看样子像是联盟的成员 当飞机坠毁爆炸后 我们的主视角将视线移回到地面 我的妈呀 这什么情况啊 联盟成员和马桶人们也不打了 大家一起朝着主视角身后逃跑 只剩下主视角和一个不知情的马桶人留了下来 好奇心去使他们一同看向远处 这时候 远处的路面上 窜出来一个巨型武装电锯马桶 好奇怪呀 如果是这个大家伙引起的骚乱 马桶人们不应该逃跑吧 不过不一会儿 这个大家伙就倒地凉凉了 我们放慢镜头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大家伙 是被爬到他身上的监控人队友干掉的 这时候的主视角可能在想 干得漂亮啊 我方又消灭了一个巨型马桶人 可是等主视角再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 那几个监控人队友有点奇怪 平时的话 普通监控人是不会有这样的杀伤力的 主视角想躲起来看个究竟 于是躲在了一辆废弃的汽车旁 但是他回头看到的一幕 着实让他吓出一身冷汗 一个僵尸马桶人 正啃食着自己的同伴 正常的马桶人和队友都在逃跑 这个世界原来发生了僵尸危机 被咬的同伴也变异一样的站了起来 成为了一个僵尸监控人 这一幕简直太恐怖了 这就是刚才大家仓皇而逃的原因 就在主视角反应过来的同时 僵尸监控人已经朝他扑了过来 细节咱就不看了 总之变僵尸以后 监控人居然有了牙齿 这也是离谱 我估计这是与马桶人僵尸的病毒 混合变异才变成这样的 就刚才那一瞬间 还好我们的主视角躲过去了 要不然给我们记录画面的 可就是僵尸了 这时候主视角转身赶紧逃跑 回头发现了巨型的僵尸马桶人 他张开大嘴 想要吞了主视角 还好我们跑得快 躲了过去 继续向前跑 发现高架桥上的巨型马桶人 也都僵尸化了 不过这时候 监控人的飞艇飞入画面 这应该是来救主视角的 我们可以看到监控人队友 已经伸出手臂 准备拉一把我们的主视角 快速地跑过僵尸马桶人的蜘蛛腿 主视角快速地跳进舱门 进入飞艇 回头望去 这个城市一片火海 突然我们最熟悉的马桶博士 进入视线 不过此时此刻的机械博士 已经变成了僵尸 那个样子更丑更邪恶了 接着飞艇关闭了舱门 我们主视角拿出平板一看 好家伙 南美洲大陆爆发了僵尸病毒 这种代号19的病毒 正在这个世界蔓延 它会传播任何有机和机械生物 很快 整个世界将会被这种病毒侵占 OK 到此僵尸人马桶世界的第一集 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新系列 我个人感觉还不错 僵尸入侵已经是老题材了 现在被作者Mustar Up 融入到监控人的世界里 还是蛮不错的 更有趣的是 监控人与马桶人都会变成僵尸 那么在这个世界里 联盟不光要解决马桶人问题 还多了一个更棘手的僵尸问题 Oh yeah 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记得评论X 我好有更大的动力去更新下一集 那么好了 小伙伴们 听许少BB快乐一整天 我们配音版见吧